大家稍微安静一点 因为这几天病得非常厉害 一直在咳嗽 可能说话声说不大 原本 原本考虑 把这次讲座也推了 可能就 这一期就没有了 但是因为已经说了很久 有好多同学在网上问 什么时候讲 我觉得如果不来 好像很对不起大家 姑且讲之 可能中间加起来有 如果有半个多小时时间 我是在咳嗽 但是累计 大家能原谅我 上次讲的是斯卡帕 我个人很难 很难权衡 就我究竟 更喜欢哪位建筑师 因为 包括到现在为止 我想起来 就是我在看到斯卡帕建筑时候的 这种激动的心情 还有 它能激发我的创作的欲望 也高于 也高于路易斯康 然而康更多的是 它会让我回到冷静的状态 当然这个话题 就像我建议过很多 来找我 询问一些 建议的小朋友 怎么开始 我一般都会 给几个建议了 其中一个我会给所有人建议 是先找到一个 你喜欢的建筑师 当然找到斯卡帕的时候 就我绝对是找到那个 我喜欢的建筑师 第二是 从你喜欢的几位建筑师里面 找到一个 你和他的气质比较相近的 就包括人生的经历啊 性格啊 还有你的知识背景 比如说 对技术更感兴趣的同学 或者对技术更敏感的同学 可以去看看 诸如 迪斯特啊 像原本 原本这些 我还打算讲一次的 但可能 工作室的事太多了 没有时间讲了 这次是最后一次 这个学期 原本是准备讲一次 三个建筑师的合集 这三个人是 哈桑法赛 劳拉贝克和 和迪斯特 是三个技术非常棒 但可能现在 没有那么流行 不那么出名的建筑师 那么 我尽量在我的 学识范围内 能尽量给大家介绍 多一点的这个 这个大师和可能性 当然 上个礼拜 我导师董于干 给我发了邮件 批评我 他说张艺 你学东西 学得太杂了 你太轻浮了 他说你怎么能 搞搞这个 又搞搞那个 他说看看你的师兄弟 每人只做一件事 他们现在造诣 都已经很高了 只有你 你落在了后面 但是这个 学杂了 我会改 但是既然已经杂了 我会 那这个没有办法 大家不要学我啊 就是 确实是这么做 很轻浮 你看我讲的从 从西方古代 到中国古代 然后现在我在讲西方现代 然后有的时候在讲艺术 有时候讲哲学 有的时候又会讲讲技术 但是好在这一期 我还没讲技术 但是 这可能是我另外一个爱好 作为想当老师 那么你要尽可能的 能适应多一点的学生 因为学生总是有 对我来说可能只是一个分支 可能对于同学来讲 可能是一辈子的路 所以我也不希望自己 过于狭窄 但是这个算不算牺牲 我不知道 那么 这次讲坑 我希望大家想清楚两件事 是 一个是 你想成为谁 这个我曾经认为 我想成为卡罗斯卡帕 那再有一个 再有一个问题是 你能成为谁 当然在 在不了解斯卡帕的时候 我曾经认为自己可以 并且在做设计的时候 都像斯卡帕那么干 但是在 越来越了解他的时候 我开始发现 我渐渐地远离他 因为无论从个人气质 还是学术背景 还是地狱 还是人生履历 其实都相差得非常的远 那么 这个时候冷静下来 你再回过头来 我发现 可能这个人 所以我对他的感情 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那么多 西方现代大师里 就是这一期 我讲了两讲 西方现代 讲的就是斯卡帕和康啊 对于康来讲 当然我不可能接近他 也不可能成为他 但是起码 给我几百年的时间 我有可能 就是朝他的方向逼近啊 但如果是斯卡帕的话 这就不是时间的问题 恐怕只要 还是我争议 就不可能成为他 所以大家 下去最好 也想一想这种问题 一旦你找到那个人 你会变得 学习会变得很幸福 比如说 像康走的路 我就乐意完全不变地 跟着他走一遍 他做什么 我也乐意跟着做什么 在这个时候 你找到了一个 值得信任的人 就可以不用再问很多东西 就可以继续往下走了 比如说我的导师 董于干 曾经在TA有一期教育专辑 但我不记得币几期了 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来读度 就是他里面文章最后一句话是 即便是安藤忠雄的书架上 也只有科布希耶和路易斯康 两个人的专辑 所以学得不要太杂 这个我是个传例 康 1901年到1974年 他刚好比斯卡帕大了五岁 基本上 就是他们寿命很接近 而且两个人还见过在美国 互相 也互相吹捧过 康还曾经给斯卡帕 写过一首热情洋溢的诗 赞美他的作品 然后可以看到 他多数的这个照片都是侧面 因为他正面实在是长得不好看 这是真的 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找找 就是我那儿有 没忍心放上来 大家可以看到他脸上有道疤 这道疤很非常的深 这可能跟他 我不知道是不是传奇 这种人一般都被传出很多八卦 这说他是在三岁的时候 就非常迷恋光 以至于他在看到炭火的时候 会把烧着的炭放在围裙上 但是我实在想不清楚怎么着 他不小心就把脸给烫着了 所以他这道疤是来自他从小的一个爱好 当然到他五十岁成名以后 他做的所有的建筑 几乎都与光有关 在现代主义之后 他也几乎是做光做的最棒的一位大师了 然后还有一些八卦 比如说他是当老师的 但是他的这个教育的足迹 遍及了耶鲁 MIT 还有伯克利 那么这个人呢 他也是哲学家 就实际上咱们要搜路易斯康 在哲学文集里是搜不到的 但你搜艾尔卡恩 其实是同一个名字来的 但是不同的汉译 哲学界把他翻作卡恩 你会发现他在哲学界的地位也很高 然后他在小的时候读艺术学院 当然出身名本了 他是就是门德尔森的后裔 从小弹钢琴 因为家里没落 他是犹派人 因为家里没落 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纳粹迫害他们 他们逃到美国去 一直生活很落魄 他很小就开始弹钢琴给家里 就养活他的家里 那么在十几岁的时候 他的音乐和美术 同时获得了大奖 就是类似像罗马奖一样的 可以让他出国去留学的这种奖项 当时他艰苦地在音乐和美术之间选择了美术 所以实际上如果他当时选择音乐 可能是另一个履历 也许咱们就见不到他 当然也没准他会回来 那他哲学好 然后实际上在他的建筑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是秩序 他的秩序感强到什么程度呢 他有三个家庭 他有三个老婆 当然都是同时活着的 他跟这三个老婆同时组建了三个家庭 然后把三个家庭都照顾得非常好 然后在建筑史界 只是封传他有三个家庭 从来没有听到八卦 就这三个老婆之间闹了什么事 那么他其中一个 他只有一个是法定的妻子 不太出名 然后他另外一个妻子 是美国科学院的院士 叫唐宁 大家可以去找一找 就是一个数学家和几何家 那么他的很多建筑成果 是跟唐宁合作的结果 都是八卦 当然他有三个老婆的这个气质 我是学不来了 只能试图在建筑里面 那么这个是 在讲这一节之前 大家在想什么 一直在畅想这个三个老婆的事 讲这一课之前 我一直在调这个TPT 就这个我也讲过很多次 就以不同的顺序和逻辑 但我发现不可能把它讲全 那么我也跟大家说过 像那个 伯尔赫斯的焦虑 就既然我要用语言来讲 那一定是有先说什么 后说什么 这个是我最新一版排出来的顺序 当然也不可能看到它的全貌 而且这个逻辑是我排出来的 也不是康的 但只不过是 姑且以这种方式 草率地介绍一下 首先关于学校 但这个作为逻辑起点 完全是出于我个人的爱好 但是他这句话让我很感动 似乎也在重述 今天发生在这儿的一件事 他讲 学校起源于一个人 在一棵树下 对几个人讲述他的领悟 当然今天咱们这棵树 豪华得多了 老师不晓得他是老师 那些听得说话的人 也不认为自己是学生 对吧 大家都跟我叫师兄 这就学生希望他们的儿女 也能听听像他这样的人的讲话 不然你们是怎么想的 于是空间开始兴建 第一所学校鱼烟而生 我们也可以说 学校的存在 存在意愿 早在那个树下的人之前就有了 这就是为什么 让心灵回到初始的起点 因为任何组织活动 它最美好的时刻 后边落了一顿 没关系 大家一定能找到这句话 那么今天我在这棵树下 其实我最希望的是 有一天在座的各位 哪位也能站在这棵树下 我能坐到下面去听 康对教育的观点很有趣 也很像 我不知道是我们中心 在学习康的想法 就是讲课的老师经常跑题 刚才之前的话 我一直在跑题 然后老师对学生的要求是 你听课的时候必须要走神 因为如果你没走神 意味着你没动脑子 没动脑子你还来干嘛 所以经常认真听讲 不断记笔记 但是两眼发直的同学会被老师骂 康孔派也这么想 因为他在设计学校的时候 学校委员会会给你一个提示 这是康写的 我们有个好构想 不要在学校里装窗户 为什么呢 因为孩子们需要墙面来贴他们的图画 这完全是一个借口 真正的原因在后面 而窗户会分散他们对教师的注意力 但是在我的印象里 我不管上小学还是中学的时候 只要是靠窗户 一定是不好好听讲的 这个学校是对的 但是康认为 康说我想知道 为何教师应该受到这么多的注意 毕竟窗外的鸟 匆忙找地方躲雨的人 树上落下的叶子 飘过的云 穿透的光线 这些都值得一顾 他们本身就是课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康在图书馆里设计的一个课备 他没像学校说的 把窗户去掉 他就相反的 在前面挡了一个板 你就不要看别人了 然后这个窗也很有趣 它是一个石板和一块玻璃构成的 但后面咱们会看到 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分得一清二楚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当你希望看桌子上的书的时候 你一定不希望有东西干扰你 这时候你希望桌子被照亮 所以这块板是打过来的 它可以把桌子照亮 但当你看书看腻的时候 你把这块板推过去 这时候桌子啊 这时候桌子啊 你可以测量看看 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但这是我能想到的 读书或者说上课 最好的一个环境 所以大家如果听你了 就尽管离开这间教室 遵循康的说法 当然前面这个跟 跟他整个设计的逻辑没有关系 只是出于我个人的权利 因为我在这讲 我想咋讲就可以咋讲 所以才把学校放在前面 后面是真正关于他的讲述 当然只是我对他的讲述 就是里面会有很多错误 也会有很多我主观的观点 但是我会把我主观的东西说出来 把他的想法标出来 那么这次讲座还有这个PPT 并不能帮助大家了解康 所以只是我把大家用一个比较热闹的讲座 诱惑进这个领域 然后究竟能从康身上得到多少东西 不取决于这个课和PPT 而只是取决于大家在里面会耗费多少精力 以及能投入多大热情 关于建筑的起点传承 我仍然想说的那件事是 世界上没有那么花样翻新的历史 虽然我们一直在说时尚 在说时代不同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回到历史仔细研究 你会发现每一代的核心的大师们 他们做的无非就是那么几件事 维特鲁威古罗马的时候 他提出什么呢 他认为建筑是兼顾加实用加美 这大家都知道建筑三要素 那么到了现代主义肇始时期 当然中间对这三要素的考虑会非常多 下期期有时间的时候再给大家讲 尤其在文艺复兴的时候 像帕拉迪奥提出 实际上这个兼顾是看起来兼顾 所以他被放进了美学下面讨论 包括到了巴洛克的时代 法国的两位大师 对这些都有不同的诠释 那么我们只看现代主义的传承 沙利文提到形式追随功能 在这里面形式 它基本上是产生的是美的概念 功能是什么呢 function在英文里面 其实非常的 就在我国的翻译里面 通常会把功能和实用等同起来 但实际上在我读到过的 英文的理论文献里面 function就等于兼顾加实用 这个是物理问题 你房子不要倒 这个是实用问题 那么功能是除了美学以外的 建筑所有要遵循的东西 那么在这儿呢 它变成了这个大头 但是是不是这样呢 其实真难说 在研究了沙利文以后 其实我开始发现 他讲form follows function 它可以一作追随 这个是一个很失忆的翻译 但是从最简单的原理上 我们也可以把它排定一个时间 是形式紧跟功能而来 在这个时候可能没有主次关系 当然它是另一个讲座的问题了 在现代主义的功能主义者 通常会这么理解沙利文的话 那么在密斯这儿变成什么呢 功能追随形式 这个时候这个等式仍然在 但是它的前后关系已经变了 所以大家 还是以后讲密斯的时候再说吧 密斯几乎所有纪念性的建筑 都是八根柱子都是钢和玻璃 然后它组织空间的方式会变得越来越纯粹 中间我们也会看到一些 会涉及到一些跟密斯和莱特有关的东西 那么在它那儿 不管是盖什么房子都是遵循一个形式 所以功能追随形式 到格鲁皮乌斯那儿变成什么呢 兼顾加实用等于美 在这个时候 格鲁皮乌斯以一种更强硬的方式 把美的操作从整个建筑里面去掉 这个其实才真正是整个 现代主义时期里面 功能主义所追随的这条原则 因为格鲁皮乌斯在理论里面 从来没有喊出一句像沙利文这么猛的话 所以这句话被俄传俄的一直传承下来 当然还有很多俄传 有机会我给大家讲 路斯不是说过一句装饰就是罪恶吗 其实他不是这么想 这是到康这儿 当然前面讲的是在康之前的 前代大师对统一问题的不停的阐释 在康这儿同一个问题变成 欲望发生需要 形式发生功能 这跟形式追随功能一样吗 或者还是功能追随形式 它变得不那么一样 形式会产生功能 第一 对他第一条诠释 需要容易满足 欲望难以实现 当然后面我会再次给大家讲 柏拉图有关理想国的那个故事 大家可以看到需要和欲望 其实有着天壤之别 前面是清教徒要满足的 后面是所有受到 受到魔鬼诱惑的人想要干的事 需要仅仅来自已知的东西 需要从来都无法对未知提出要求 那接下来是 是会让所有的设计师 冲动的著名的论述 康讲到贝多芬创作第五交响曲之前 世界需要它吗 贝多芬需要它吗 贝多芬是在一种未知的欲望下 进行创造 现在世界的需要 尾随其后 所以大家能看到 对于统一问题的反复阐释 才是我们这个学科 可以不断发展的 当然语言上的阐释 变得非常容易 而且我读起来也会觉得苍白 除非它后面跟着一系列 实实在在具体的操作 但是所有的逻辑又清楚地让几乎任何一个名作也不可能完全地实现它 或者说解释它 这才有很多大师名作被误读 当然误读不见得是坏事 有很多非常棒的理论就出自误会 比如说帕提农 现代主义的 起码从科普那儿 它把建筑做的简洁 做成白的 做成光滑的 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来自帕提农 雅典未成的废墟 但是实际上如果真的较真的话 我们会发现帕提农其实根本不是白的 它是爱琴海的这个希腊蓝和金色 两个主要的色彩共同构成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有多么绚烂 但起码现在看起来 它给我们的这个震撼也许并不亚于前者 而且它导致了新美学 所以先比较散地归纳一下 康的建筑里面呈现出来的 当然这些都是我回忆 我在读本科看康的东西 会有很多古怪的事 比方说它的双格 这是什么东西 有的可以在这儿就解决 这个是排水 我在币设的时候发现 很多同学缺乏一些 就是这个东西 但不是哪都有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规律吗 基本上会有冻的地方会有 有冻的地方雨水会落进来 还有地方它不是动物 意味着什么 这是可开启的 如果一个窗户是封死的话 你不需要防水 对吧 那么 这是为什么 这是怎么做呢 这个 我先说一下 R1是一个简单的物理问题 这个是用铅板 镀心 这个在西方非常常见 阿瓦阿尔特有大量的建筑 包括结构的防水 都是这么做的 因为它不够的薄 那么从 从这儿能看到 它其实是翻了一个弯下来的 这个东西叫滴水 能够理解吗 如果是一个 像这道梁一样 如果是一个平弯的话 雨水从这儿落下来 它会平着爬 爬到它爬不动了落下来 就是有可能就会落在你头上 所以通常来讲 会在这儿如果有一个凸起 那么它就不会 水绝不会往上爬 对吧 水都是很下流的 所以它只要有一个凸起 它就可以在这儿落下来 那么这个牵板 实际上它弯了一下 那么它就相当于 形成了一个凸起 这跟我们古建林的滴水 是一个道理 那水就能滴下来 那么这个是不能开启的 因为我相信 所有的建筑师都会 受到一个困惑 当窗外的景致 变得非常棒的时候 一个很杀风景的东西是窗框 当然如果它不必开启的话 窗框可以做得非常的薄 但是当你的窗能开启 你一定还需要两个挺 对吧 你需要把一扇窗分成两个 你才能把它推开 这个时候中间的这个框 非常的碍事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康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 就是它把可开启的窗扇 和不可开启的分开了 所以所有不可开启的这个窗扇 都可以非常的完整 用来取景 这个对我帮助极大 因为在做园林的时候 因为古代好像不大有这种问题 就我给大家放过那些花隔窗 中间的洞 它如果能 当然现在装玻璃了 它不存在蚊子飞进来 遮风当雨的事 但是存在通风的问题 你总需要在某些地方把它打开 通常我们的一个思维惯性呢 是既然窗户开了洞 那么我们希望既用它来采光 又用它来通风 这个是 所以作为一个窗来讲 这些简单的需要 已经被解决得非常好 这是康前面所说的 需要容易满足 但是当我们希望看窗外的美景 又没有任何遮挡的时候 康的第二句话蹦出来了 欲望难以实现 所以在这个时候 才需要建筑师做一些工作 这种区分本身才叫设计 它真的解决问题 而且在这个做出来之前 恐怕窗外的美景 人也无暇顾及 我曾经做过这种事 为了完整的窗面 当然我做得更狠 我连玻璃都没安 当然在南方问题不太大 蚊子推进来 你也是受不了 看到康多么的惭愧 所以既然通风的窗 跟采光的窗 它是可以分开的 通风的窗 也就不必是透明的用锅里 所以从里面看 它这个是可以打开的 在需要通风的时候 它可以开开的 而且对应它做了这个防水 所以有一种古怪的形式 应运而生 这个东西叫钥匙窗 这个在康的那个方案里面 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 但是我本科的时候 完全不理解 所以我曾经学过 它做钥匙窗 就是把窗洞开成这个形状 然后跟设计老师说 这个立面上比较有韵力感 遭到了赞同 后来我才发现 后来我才发现 实际上这钥匙窗 完全就是那个两分的原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位置是什么 这个应该是迎风向 所以通风的窗会开在下面 这个是完全采光的 所以这个要打开 它会有一个防水 会有一个滴水 找坡下来 而这完全是封死的 包括这也是 那下面是个门 所以钥匙窗的形式 完全来自于 就当你需要通风的时候 你不需要那么大的开动的面 你可以把它收小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你还可以出现一个 比较平阔的窗台 作为桌子 通风的窗可以开在里面 大家也可以想象 坐在桌前 如果你打开下面的窗 通风的话 实际上下身很舒服 所以这个 它完全不是一个形式 不是由立面产生的 所以我曾经觉得 这个立面非常好看 所以它到处都会有 所以现在大家能明白 这个逻辑是什么 所以才会有这么细 这么挺的窗框 完全基于它之前 二分的一个讨论 当然这些是 咱们今天 见到了明天 马上就可以做的 我也特别希望 在座同学 在接下来的设计里 可以试一试 但是我敢保证 大家在试的时候 如果真的面临建造的问题 还会碰到很多的问题 这时候你们可能自然就会 回过头来 找到康的作品 研究一下 它是怎么解决的 一个二分 也并不难 但是能把 它引入的所有的问题 收拾得干干净净 才是大师做的事 那另外一个 它小时候就被烫着了 我不知道它是先被烫着 才喜欢光 还是先喜欢光 才被烫着了 但是它几乎所有的设计里面 都会表现光 今天我也会讲 光在现代主义的建筑空间里面 它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到处都有 光 当然还有康的大圆洞 我一直特别奇怪 念本科的时候 我特别喜欢康的钥匙窗 但是我对它这些大圆洞 我觉得丑敌了 还有这是什么东西 它是一根凉对吧 但这个梁为什么是这样 而且既然有拱的地方 为什么还要有梁 当然我本科的时候 完全想不到 拱和梁是什么关系 但我本科的时候 我最痛恨康的力面 就是它老用这个话鬼脸 对吧 所有的这个力面 都是笑咪咪的 我当时真的是觉得 康的力面是很下灯烂的 但是后面我会一一讲 这个脸是怎么画出来的 这个完全不是一张脸 到处都有大感动 以及它 这些怪模怪样的东西 我不知道咱们如果现在 教设计作业 教这么一个玩意儿 能不能记住 再有就是它极其清晰的 细部 康的细部 跟斯卡帕的 气质完全不同啊 当然我非常反对 在平价建筑里面 上来就讲气质 所以我姑且把气质放在这 因为它确实看起来会很不同 后面我会讲 它为什么要如此执着的 把交接的部位 点缀得这么细 好像已经一半了 别高兴了一半 前面准是块 康干了一件 非常诗意的事 因为他是哲学家 然后他同时其实又是诗人 当然他最主要的身份 是个建筑师了 所以建筑界把康称作 建筑的诗者 所以康也做这种事 康跟砖聊了一会 我觉得很像面试 很多建材都去找他 说我给你盖了 但是应该是50岁以后的事 建材才会去找他 康是在50岁以后才真的 他自己认为走上了 真正的建筑制度 而在之前 他一直是在模仿当时的潮流 以及过去他所看到的一切 所以这个是建筑师跟中医一样 是在大气晚成的 我也讲了很多次了 50多岁的建筑师 出专辑还叫青年建筑师专辑 所以现在咱们大家 什么都不是 千万不要背上这个包袱 怕人生太短 什么也做不完 50岁如果能做到康这样 也许你就是历史上 你应该能到前十百了 康问庄 你想成为什么 这个也不太像面试 有点像问他儿子 庄说康 我想成为拱券 这康声称他跟专是这么聊的 他问一问我不知道 这我真不知道 但是专想成为拱券 确实是一个事实 大家知道 所有的建筑 最难的根本不是砌墙 砌墙咱们小时搭积木 就可以做到 现在只要给大家一会儿砖 让大家出一砌墙 高了不管说 砌个两里应该不成问题吧 但是建筑史的每一步的发展 几乎都跟人类处理屋顶的方式有关 屋顶是最难的 为什么 因为它面临着悬条 它不是你落起来就可以了 悬条是跟重力矛盾的 那么砖作为一种器块 包括石头 其实都是一回事 它就是这么一方的 它怎么才能搭成一个屋顶 这个变得非常难 直到公元前四千多计 古巴比伦人 也就是波斯人的前辈 他们创造了拱的结构 拱的原理就是 你把这个器块做成楔形 或者不做成楔形 用灰缝找 让它逐渐地成圆滑的传递 最后它会 然后这种结构呢 它会有两个特征 一个是这个拱心石 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个 这个是漫画的找死的兔子 这几个兔子 其实非常拱建立的 因为你 你砖拱的结构 你给它压力越大 这个结构就会越结实 但是相反 就是这拱心石是整个结构的 这个核心 那么 拱最怕的是什么 拱最怕的是 力从下面往上走 因为从上往下走的时候 它会越挤越紧 对吧 从下往上的时候 这个结构就垮了 所以它们从下往上走 所以实际上并不是 这跟大家的道理是一样的 并不是砖一个要想 它想成为什么 砖也要考虑考虑 它能成为什么 所以在建筑里 它除了成为拱圈 起码在康的那个年代 它几乎没有别的选择了 那么 下期期我会讲一下 迪斯特的建筑 大家会发现 砖除了成为拱圈 它也可以成为很多别的玩意儿 但是在康这不是 那么这个漫画家其实也很懂 拱圈带来两个问题 一个是拱心石 怕朝上的力 另外一个是 平行四边形的原理 会导致 拱圈在受力的时候 它的力在拱桨的位置分解 一部分变成树式向下的力 这个柱子就可以解决 另外一部分叫侧推力 对吧 因为平行四边形的原理 它会有横向侧向力 这个柱子实际上 它就不可能 由柱子来完成 所以大家看到两个有砖朵 对吧 这是用来抵抗侧推力 大家看到从古罗马时代 砖就一直是拱 这是咱们中国的汉墓 在广西河谷受拍的 本来考古队队长 答应送我两块汉砖的 早时候拿走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跟文化无关 不管是中国的砖还是外国的砖 他们小的时候就都立志要做一个拱圈 所以在康的建筑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凡是砖的地方 它基本上都会做大拱圈 大就是做大拱圈 对吧 小就是做小拱圈 到处都是拱圈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干嘛用的 刚才讲到了拱的双重特征 一个是拱心石 它受压越大 结构越强 这个是没问题的 接下来大家发现没有 实际上在康的砖拱 两侧是没有抵抗侧推力的砖朵的 这个砖朵怎么解决呢 举个例子 比如我脱开嘴 这就是一砖拱 有人特别有点 那我肩膀 我就会往下滑 这个时候是侧推力 导致我往下滑的 对吧 会脱叉 这时候有两个办法 一个办法是在我两个脚的两边 各起一个砖朵 或者别的东西把我推住 对吧 这样我就下不去了 再有一个办法呢 是把我两只脚 用一根绳子拴住 这样它两边的侧推力 就互相抵消了 对吧 大家再看看这个 这解答了我一直以来的一个疑问 是为什么这个家伙已经做了拱圈了 它居然还会出现一根凉 它不是为了画一只小蜜蜜的眼睛 但这个并不重复 因为实际上一根凉 你要求它受拉的时候 它的尺寸会比它受弯的时候 尺寸要小得多 它只要一根弦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底下这根垃圈的梁会非常的细 所以两边才会有 当然这些梁是预制的 后面我会讲 为什么它那么久都用预制的文明图 会有这个斜坡用来放转角的 对吧 北大的建设学中心 曾经开过一个学期的 就是整个一个学期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砖 曾经一个核心问题是 砖有没有现代性 因为它是一个太古老的 从公元前四五千年就有的建材 一直用到现在 大家发现气法也都差不太多 但起码从康这儿 它有了现代性的可能 它摆脱了尊主 构建大天间 所以大家现在能明白这个 这个道理 这个缝并不是梅存的 而是两个预制 预制在中间留的缝 从这儿大家也可以理解 在所有需要悬条 在需要有跨度的地方 它都会用一个拱 但这个拱因为两边 它已经有了原动 大家看这个是什么 砖朵对吧 为什么这是砖朵 因为没有那根垃圾的梁 所以事实上 大家看到这儿 这儿同样一个砖洞 它有垃圾的梁 就没有这个砖朵 当然实际上完全可以 在这儿拉一下 那我不明白 康是不是想跟我们 陈述点什么 还记得我上次 在讲斯卡帕的时候 讲过有一个 建筑评论的术语 叫做评论性吗 实际上这个 它起码说了一件事 砖拱的逻辑 在这儿 可能有点看不清楚 这是一面山墙 这个看得可能清楚一点 它即便是在一堵石墙里面 仍然气得是拱圈 大家看到前面有拱圈 很容易理解 你要开洞对吧 你要跨度 在这儿为什么会有拱圈 是不是因为 看得清楚是吗 要不然我说吧 你们相信我会 从TVT里检查清楚一点 这是一道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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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底下 有拉接的这个两个 但这个实际上 是没有开洞的位置 它为什么要加拱圈 但是同样 还有一个问题是 如果这么大面的砖墙 你是需要有构造柱的 对吧 否则整事儿砖墙 它会倒掉 构造柱要凸出来 但是构造柱 也是很多建筑师 讨厌的一个东西 后面我们会看到 它怎么进一步干掉 诸如像构造柱 它甚至在建筑里 干掉了结构 那么在这里面 一个砖圈 它本身的稳定结构 可以导致它下面屁股的 以及它上面承托的 这个砖墙 不需要中间夹构造柱 扶住它 它本身可以是 成片稳定的 但这是一个结构问题 那么在 所以在这儿也会有这个 当然它会形成理念 但这个理念 完全不是被设计出来的 那么在这儿 大家看到没有这条下弦的梁 为什么在这儿 没有下弦的梁 是因为它可以落地 做砖砖了 它可以在这儿 就这个作用跟我前面讲哥特 都是讲的非伏弊 其实作用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这儿有一个拱券 所以两边会扶住它 推住它 这时候看得更清楚一点 看到这几个对吧 但实际上它落地了 是可以做地梁的 所以这个东西 非常可疑 如果我们说 它是一个结构的必须的话 是没问题的 但实际上 在落地的时候 想要把一根梁藏住 而不用那个砖砖 也特别容易 但它在这儿说了一个 砖本身的事 这个在建筑学里面 叫做自明性 是一个建筑 它不是在模仿哥特 不是在模仿巴洛克 不是在模仿古希腊 它用建筑自身的语言 说了建筑自身的一个需求 它干了这件事 把这件事 呈现得清清楚楚 给我们看 当然最理想的状况是 它把事说得很清楚 但是看它的人会觉得 这里面很棒 我也想做一个一样的 但这是他们想要干的事 像作为学建筑的专业人士 千万不要被这种东西骗了 布朗宁 他写了一本书 有汉译本 叫路易斯艾康 在建筑的王国里 这是内宁布朗宁的一句评述 路易斯康尽量避免 把他自己的选择 强加到设计中去 对吧 他设计之前先跟专商量过 是一个权衡的结果 路易斯康自己也提到 他要让建筑成为 建筑想成为的样子 所以前面这些 所有这些 都不是康来决定的 当然这只是一个说法 如果不是康决定的 因为有太多人帮专决定过事 但从来没有做出过 这么好的房子 那么 康既然问过专 那这个话是我杜撰的 当然这个也不完全是我杜撰的 因为打混凝土这东西 问世以来 它就给世界上的建筑师 造成了非常大的麻烦 不是因为他提三提次的 要求特别多 而是因为这种材料太好说话了 康问 混凝土你想成为什么 混凝土说 康你想让我成为什么 我就成为什么 当然几乎所有的老板 建筑师 几乎所有的人 都希望为你服务的 他能这么说 其实不然 当你想让他成为什么 他就成为什么的时候 你的工作量就变大 你需要决定非常多的事 而且需要把这事说清楚 那么一个想 什么都能成为的东西 你究竟让他成为什么 是最正确的 有谁知道 其实这个原本 我一直 我曾经有一个 坏习惯是骂甲方 他们都是傻叉 他们不能理解我 直到我碰到一个好甲方 我做他们家的 室内设计 那个甲方很有钱 他一直想跟我谈别的事 他的兴趣就不在我做那设计上 所以他老是敷衍我 我问他 你这究竟要怎么用 你这几口人住 他说张艺你怎么 你怎么玩痛快 你就怎么做吧 这个我也不一定住 你玩开心就好 他说这在我念书的时候 是一个多么梦寐以求的 这个 一种甲方的境界 对吧 你玩得开心就好 你不用管我 但是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应该从哪开始 我应该做什么 用什么材料 用什么样的工人 把工艺做到什么程度 这个住几个人 哪摆桌子 哪摆椅子 我一概都不知道 当然我 最后逼着我给他提出了几个要求 他还是逼着他向我提要求 我跟他说 你这里面五百多平的房子 你们家四口人实在是住不过来 我说你 而且在顶层 我说你是不是考虑把几间 把几间屋子的屋顶敲掉 我给你做成院子了 一旦他变成院子 我就知道该怎么干了 因为有了中国园林的给我的 当然 他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甲方 但是他还是不能同意 他说我将来还要卖呢 我买的时候是五百平 卖的时候突然变成一二百多平 加几个屋顶 我这个 都没同意 所以这个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能不能理解 当一个设计对你没有任何苛刻的要求的时候 你会处于一种失语状态 完全做不出设计 当然混凝土为什么会这样呢 混凝土最讨厌的地方 它在胶柱之前是软的 它是液体 对吧 模子是什么形 它就是什么形 随物复形 当然中国人很喜欢随物复形的东西 但是还是 康是一个住者不扣的外国人 他还是一个外国的哲学家 他们讲逻辑 讲得非常的严格 所以突然有一个材料说 你让它成什么样 它又成什么样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大家看看混凝土问世以后 西方现代主义的建筑师都干了些什么 这是佩雷 是他第一个把混凝土带进建筑学的 但是他不是第一个用混凝土的建筑师 但是他第一个把混凝土 就是他已经非常的精微的开发了混凝土本身的这个表现力 但是在他那个年代 因为混凝土 它是什么样都行 会导致 佩雷觉得也很头疼 混凝土交出来的房子就是一坨 这坨应该什么样 他也不知道 所以他会 大家看他做什么 他做贴砖 对吧 这是陶土面砖 正好赶上那个时代呢 有一个新艺术运动救了他们 但是佩雷是新艺术时代的 对不起 他会用陶土面砖 把混凝土的地方给贴住 然后让这个呢 模仿像气柱或者编织一样的这个机理 现在有一本书也出了中文版 叫建筑四要素Sumper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读一读啊 在四要素里面四个什么 屋顶 维护 排高的台积 以及壁炉 在讲到维护的时候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理就是 因为从古代人 就是他们要围住一个建筑的话 如果用硬的材料会很费啊 那个时候生产力低下 他们会用软的东西 但那个时候没有塑料布 世界上只有成条的东西 比如说藤条 或者什么仿的线 没有成片的东西 所以他们会把这些小的编织成大的网 编织成像麻袋片一样的把自己围住 所以建筑师通常在不知道 这个维护该是什么样的时候 就会模仿那种编织的效果 包括到后来气柱了以后 实际上气柱跟编织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原理会非常的接近啊 实际上它也是有小 通过不断的插接 这些维护成大 那么密斯呢 实际上密斯有很多钢铁摩天楼啊 实际上是 是混凝土结构的 当然里面配的不是钢筋而是形钢 因为其实钢结构 有着非常大的劣势 就是一个是防火 因为防火也成问题 所以它包一条混凝土以后 会会让这个结构更强壮 那么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但是钢是什么形状 是是有定数的 因为钢材最大的用量 大家知道在哪 是在铁路 几乎各国的那个产钢 它最原本的这个初始的订单 都来自铁路部门 因为你要 比如说美国要从加州 铺到什么 亚特兰大对吧 它铺一条铁路 需要多少钢轨 所以公字钢的形状 是来自钢轨 那么它的规格已经被定下来了 所以建筑师如果问钢 你想成为什么 钢就会说 我想成为公字钢 后来有了几种规格 对吧 钢会说 我有几个选项 公字钢 C型钢 方钢 选一个吧 我这几个做什么都行 所以 密斯在碰到混凝土结构的时候 他会用钢结构 挂一圈钢梁 钢柱 把它装饰掉 让它成为钢的样子 这些都是出于什么 都是出于混凝土 不知道自己要成为什么 这种材料实在是没有个性 这阿瓦阿尔托干的活 钢筋混凝土结构 这个建筑俗称钢楼 它的表面也挂了一层钢结构 对吧 挂的是方形钢 这是钢结构一种选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从有混凝土以来 现代主义的建筑师就一直很头疼 这个烂泥浮上墙 究竟你要 你要变成什么样 科布也做线脚混凝土的 但是 它的原则是什么 是磨度 而且因为这个 混凝土随无复行的样子 就是它实在是太自由了 以至于科布很怕别人认为 它的这个 马赛公寓的楼是 是 是溢造出来的 所以它还贴了一 把一个磨度人 摁在这个磨板里面 把它胶出来 但是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它虽然非常规整 所以从这儿我们看到 混凝土就是一个这么 这么柔软圆滑 好说话 容易打胶道的一种材料 到莱特是怎么处理的呢 莱特在遇到混凝土的时候 也觉得这东西很讨厌 所以 他先把这东西胶成砖 然后我再气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 都是世界上顶尖的大师 对吧 如果他们无能的话 那基本上咱们已经不知道 傻到什么程度了 所以他们面对混凝土的时候 都是束手不策的 但因为混凝土 它很容易成形 那模板什么样 它就可以做成什么样 所以莱特做的气柱呢 实际上让这个变成有点玛雅 就是玛雅的这种文样 当然这个漏水漏得非常厉害 但是以此代价 莱特到后来终于弄明白 现胶混凝土 它应该成为什么样 这是约翰金之大公司 大家知道吧 这种结构叫做无粮楼盖 它没有粮 它是一堆蘑菇一样 对吧 上面这个伞就撑开了 它没有粮搭在柱子上 它完全是上面的圆盘顶的这个屋顶 无粮楼盖 它为什么可以用线脚混凝土了 因为混凝土其实有两种逻辑 一种逻辑是模板逻辑 这模板是什么样 它就可以成为什么样 但是另一种也是 另外一种逻辑叫做钢筋逻辑 大家知道混凝土里面是要配钢筋的 因为混凝土的抗压 抗压性能非常好 但是抗压极 极差 这其实是牛肉干跟绿豆糕的区别 绿豆糕就相当于混凝土 对吧 你要压它 它基本上还好 但是你要把它掰开了 然后拉得很快就断了 牛肉干是成丝的 你拉得很容易 所以它里面要配钢筋 大家知道钢筋是依据什么逻辑配的 受力 但一个结构的受力 实际上它不一定是一个纯几何形的 受力线 大家都学过结构力学吧 受力线是可以被画出来的 所以在这里能看到 它实际上因为它是要抗弯的 弯矩图画出来就是这个形状对吧 没错吧 能回应一下吗 让大家结构力学已经忘了 弯矩图就是这样啊 如果你就是最远的地方的贺载在这儿 你考验它 弯矩这边越大是需要这边来承托的 所以说实际上你越到边上 你抗拒它的弯矩 大家知道弯矩是什么呢 F乘以这个距离对吧 也就是这个距离越大 弯矩越大 没错吧 所以越到这边它要交得越厚 越往边上就越薄 这个时候 这个叫做什么逻辑 这个叫做钢筋逻辑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已经不是标准的模板了 但是前面 科普的这个马赛公寓 完全是一模板逻辑 它为什么是平的 混凝土不见得是平的 但因为平的模板是最标准的 最容易做出来 而且可以反复使用 如果你真做一飞标的 像汽车外形一样 你只能做一种汽车 所以在这儿 当莱特找到了混凝土 它可以追随结构逻辑的时候 它终于不再把它做成气块了 但这个过程花了将近四十年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粮食钢筋混凝土 它是什么逻辑 模板逻辑对吧 它截面实际上 如果真正在这根粮里 它刻在受考验最大的地方 温酒最大的地方 一定是终点对吧 所以按照这个逻辑 它应该是两边最窄 往中间越来越宽 往两边又收窄 这样还省量 但是对于施工起来会非常麻烦 所以这个是模板逻辑 这个是钢筋逻辑 大家能理解吗 所以在康早年 它一直是做预制钢筋混凝土的 预制件你是可以 前面约束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公字形 就因为所有的粮和柱 其实都是一样的 比如柱它要偏心受压的话 比如这个粮搭在这儿 它实际上如果不是整个盖住 它盖住一边的话 外侧受拉 内侧受压 大家可以看到 受拉的地方配的钢筋多 对吧 因为钢筋是受拉的 内侧受压只有一根筋 受压是要求面积变大 受拉不要求面积大 它只要求钢筋多 这一层是裹出钢筋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逻辑吧 实际上它的形态 是被这个力学控制下来的 在预制里面 它之所以动是 因为先把钢筋交好 然后把它像插积木一样插进去 所以在房子里 特别好玩的事 所以在这里 康不必问 混凝土你成为什么 或者混凝土已经告诉他 我要成为这样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 这是一个相同的逻辑 因为这个地方是选条的 刚才已经讲过了 它往这边实际上 往这边弯几才大 在端头的地方 不需要梁那么高 所以它梁是变窄了 这些都预制的 然后在下面它的梁 在根部会变粗 当然梁的截面大小 基本都是回应受力的 大家可以看到 里面的这个十字形的资料 也是预制混凝土的 它知道上面受压 下面受拉 是需要混凝土和钢筋的 中间的副板部分 它不一定是有用的 所以被挖空了 所有这些 混凝土的形状 不是由康本人来决定的 或者康只是参与了 选择它几类形状之一 但是仍然有那么多的建筑师 渴望自由啊 但是我觉得 渴望自由说明 设计学的还不够好 但是 如果只是做到之前这一步 如果只是做到这一步的话 你基本上只是一个结构 在康这儿 它有另外一套逻辑 就是既然在转角的部分 它上面已经提高了 它会在上面中窗户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窗户是可以开启的 是可以通风的 下面的窗户可以是整个的窗框 当然在这里面 为什么转角部分要是悬条 这是莱特的 转角部分悬条来自一个继承 继承的人 可以说基本就是莱特 就莱特当他意识到 这个框架结构的优越性以后 就发现其实 当房子不再用墙承重 而用一个框承重的时候 原本很多闭塞的地方都可以打开了 实际上矿不见得 一定要搭载转角 但是它也可以搭载转角 但这是能阐释 因为墙承重的时候 一个转角的墙 其实是 它能承担的特载是最大的 比单片的墙要好 对吧 我们拿一张纸就可以试出来 就是你折一下放在那 或单片放在那 它承重肯定会更大 所以在这里 莱特为了纪念这种新的结构 可以脱肥库脱开的 他认为是现代主义的核心特征之一的 它会做转角窗 那么斯卡帕基本上也在纪念这个 对吧 斯卡帕也是莱特的小弟 当然莱特更早的一个小弟是密斯 密斯 大家可以看到它纪念性的建筑都是八根柱 它所有的转角都是让喷的 这样是他们的结构最大限度的脱离了传统强体承重的 或者说强和柱混合承重的这种结构模式 所以斯卡帕这个上次我讲 会把它反过来 多一个面来纪念这个转角 所以大家看康实际上 他也在纪念转角 在他的房子里 当然这个转角或许不是它的核心特征 但是既然它是由框架承重的 它的转角是放空的 它绝不会让你误认为这是一个 这是西方建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 评论性以及自明性 这个房子要把自己的事说得清清楚楚 像汇报一样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这个角是封实的 它在中间开动 它可以是一个框架结构 也可以是一个砖混结构 对吧 但只有 所以在这儿 它在立面能甚至不惜开一道缝 把这个放空的留下 并且开了一个窗来表现这个转角 所以这个转角 从莱特开始 一直变成现代主义建筑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内容 那么在做了一轮预制混凝图以后 康野和莱特一样不能满足于 只是让它以预制的形态出现 因为一个材料 当它能随物复行的时候 给建筑师的解放也非常大 所以建筑师一定要想办法弄清楚 在现胶的状态下 怎么释放混凝土自身的表现力 所以康说了 混凝土实际上想变成花钢石 因为混凝土本身就是 就是它被称作溶解的石头 对节点的加固 是一位能够使这种所谓溶解了的石头 具有足够承载力的非凡神秘工人的杰作 它实际上是一个思想的产物 这个因为已经有人翻了 所以我是完全把这个翻译拿上来 它说的这个对节点的加固指的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康作的现胶混凝土 混凝土是要模板的 大家也熟悉线胶混凝土的表现 对吧 我上大学的时候也做线胶混凝土的立面 而且我会特别 那个享受在上面点六个点 然后立面会显得很好看 这点是什么呀 大家知道 你要浇一片混凝土墙 起码需要两片模板对吧 两片模板怎么固定 它中间有六个洞 它中间是有栓 栓在一起的 你把混凝土浇进去以后 中间的这个栓就被浇在混凝土里了 当你把它抽掉的时候 会留下一个洞 通常会把洞裹上 但实际上它指的节点加固 指的是这个 那么既然 现胶混凝土 它尊重的是模板 那么模板就应该成为 现胶混凝土表现的核心 所以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 这几个洞应该被补上 而且它肯定是补上了的 但它一定会把洞的位置给你留出来 而且康所有的模板 就包括那个安藤忠雄啊 他们的模板 基本上是刷了漆的 是特制过的 拆模的时候不会带掉混凝土 这个时候才能保证这个表面足够的光滑 而在这里面我们会可以看到所有的拼缝 为什么 因为正是拼缝和这些节点 才表达了现胶混凝土 它形成的秩序 它是怎么做出来了 所以可以看到 而且康甚至花了 在做萨尔克生物学院的时候 花了七个月的时间 调整混凝土的配方 让它呈现出现在我们看到的颜色和质地 但是现在我们技术好多了 可是在国内仍然很难 现在世界上做现胶混凝土效果最好的 仍然是日本和瑞士 就是他们的混凝土配方 但是现在好像国内已经有一个施工队 给安藤忠雄的工作室做过施工了 他们掌握了一种配方 这个非常难 但是现在已经有了自密石混凝土 怎么开始说技术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模板本身的这个痕迹 这个逻辑 所以大家也可以同时发现 实际上它的尺寸 也就被模板的标准化 尺寸给固定下来了 对吧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层高以及整个高度是怎么来的 包括它的厚度 是怎么出现的 当然这个一定是钢膜 但是我也在detail上见过一期有木膜做得非常棒 我现在找不到那个图片了 就那个建筑师很牛 他用木膜织膜现交了一个凝土房子 然后那个木头的纹理非常的粗糙 他选了最粗糙的木头做模板 然后一导致那个那混凝土表面上完全都是木本里 然后模板因为被混凝土浇过以后变成灰色 他用那些模板又做了桌子椅子 还有那个门窗板 所以木模板又像混凝土一样出现混凝土的质地 当他拿这些大书架 什么这整个做出来的时候 那应该是康的好同学 大家可以看到 从康以后 线胶混凝土做成这样变成了一种非常流行的 我也讲过像我本科做设计的时候也会假模假事的 打上格以后点点 当然它并不是你要保留 它就可以了 线胶混凝土建筑 从技术上对设计的要求非常之高 我曾经去同记的同名老师的工地 线胶混凝土的 你要知道它一次成型意味着 你不可能在整个房做完以后再考虑线从哪走 对吧 你已经这么一个光滑的表面 你跟安藤中兄说你没走线 这需要一插座 你要从这抱一道桃抱到这 我拿水滴给你抹上 安藤是练琴机的 这会非常的难 它要求你在之前一体化就要把所有的事都想好 一旦这个交住了 它就再也没得改了 所以实际上就包括这个混凝土的配方和模板的工艺 大家可以去网上搜有一个中央时代做人物吧 做安藤中兄的 有一片段特别逗 他那个施工队的工头哭了 采访人问他你哭什么呢 他说我教这个掉了一脚 然后说安藤中兄还不知道 我昨天晚上梦见了安藤 我是哭醒了 到那时候还没好 这个 线交混凝土并不粗野 所以到康 在康的线交工艺里面 他会尽可能的用这个形式回应 在这个混凝土之前已经存在的某些逻辑 比如这个梁 刚才我讲到了 梁实际上 他在受弯的时候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他弯了以后 他的上半部分是受压的 对吧 下半部分是受拉的 所以通常来讲 根筋会配在下面 但受拉的部分 梁结面不需要太大 受压的部分梁结面要大 所以他这做成了梯形 当然造了一种非常好的光的效果 当然好的东西 他一定不只是在一个逻辑下进行的 但是他一定会有一条足够清晰的逻辑 所以大家以后如果去做包工头 如果要偷工减料的话 通常比如你要偷几只钢筋 一定要你偷上面的钢筋 不要偷两底的钢筋 就有那种没脑的施工队 偷下着的钢筋 结果有防御改叉 所以当你掌握一些固有的逻辑的时候 再来解读这些作品 它会变得格外清楚 当然光 从前面已经能看到 它的这个遵从结构逻辑的设计 它会导致光会产生某些非常奇妙的效果 当然这如果立起来的话是什么 朗香教堂对吧 科普是康的偶像 就是康在得到科普死讯的时候 他望着窗外 就是十几分钟说不出话来 他说的第一句话说 那我们为谁设计 所以崇拜一个人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找不到崇拜的人才说明自己不够成熟 那么他的光的效果 康讲过很多非常失忆的与光有关的话 他说只有有自然光线的空间 才是真正的建筑空间 这话说的已经非常狠了 意味着监狱都不是建筑空间 这不是灯来的 这是自然光 而且他说 并非所有的房屋都属于建筑 大家还记得我讲过 building和architecture的区别吗 只有有美学评价的那种 最高级的建筑师的造物 才叫architecture 一般东西都叫building 这跟前面那句话一脉相承的 自然光是唯一能使建筑成为 建筑艺术的光线 也就是说灯光不是 所以大家姑且听之 他能把自然光控制得像灯光一样的稳定 这是非常牛的事 当然我希望西渣肯定不同意康说的话 因为西渣做的最好的是灯光 所以这些话大家可以读一读 而且康之所以能这么说 因为他真的把自然光做绝了 他绝不只是一个说 但大家姑且听一听 不要全信是因为 在大家还没有做绝的时候 不要睡这种东西 太阳从未明白它有多伟大 直到它打到一座房子的一侧 所以建筑师是一个多么伟大的职业 他证明了建筑 他证明了太阳有多伟大 要学好一东西多少需要狂热一点 过分冷静可能会导致你挺顾不前 这句我特别喜欢 即便是全黑的空间 也需要一束神秘的光线 证明它到底有多黑 大家知道康晓的时候曾经艰难地在音乐和美术之间抉择过 所以对音乐家而言 一页乐谱是以听的方式来看的 对一座建筑而言 一页平面 是以光线照耀下空间和谐感的和谐感阅读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和谐 还记得我讲过和谐是怎么评价的吗 只有建筑美学跟音乐原则发生关系的时候 才形容它为和谐 所以这个地方用得非常准确 现在讲讲光在现代主义建筑里面的意义 今天讲座里有两个地方 大家可以不用听懂 通常来讲 一个讲座如果有 有90%的东西大家都能听懂 意味着我不需要来这讲 但如果有60%的东西大家都听不懂 意味着我讲失败 我希望大家听不懂的 空着在30%到40%之间 这是那30%里的 当然我明白这些事 花了很多年的时间 也有机缘巧合 所以不要说大家马上就明白 姑且听之 对哲学不感兴趣 想要上厕所 东西可以去 光的意义是什么 海德格尔提出 大家可以去读一下 祝居司 海德格尔写的 跟建筑关系非常大 现在这几年现象学 建筑现象学好像很火爆 所以大家可以去追一追这个风 空间是无限的 而场所是有限的 空间是space 场所是place 它首先区分了这两个概念 这个曾经让我非常的费解 因为一个空间 它只有被完全违和的时候 才能称之为空间 对吧 所以 而一个场所不必是被违和的 它只要有事件在这发生 它就有一个核心 但是场所不必是有一个边界的 所以在读海德格尔之前 我一直认为空间是有限的 而场所是无限的 这个怎么讲 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的话 如果我们把一个空间里 所有跟空间无关的东西抽掉 它的材料 窗户 光啊 人啊 桌椅板 等全都抽掉 只留下一个空间的话 空间里的每一个点 都跟其他的点 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这空间会变得没有特征 以此 海德格尔得出的这个空间命题是 一个纯粹的空间 在我们接触到的 它那一刻 它那一刻的时候起 我们就已经穿越它 因为我们只要掌握这空间里面 哪怕一丁点的特征 我们就掌握了整个空间的特征 对吧 这个时候空间还有意义吗 绝对的空间变得丧失意义 所以空间是无限的 它是一个不可度量的东西 如果它真的是纯粹的空间 那么场所是有限的 场所的一个 有兴趣往下走 同学可以去读一读 沈克宁写的建筑现象学 我在豆瓣上写了书评的 一个场所 比如一个标准模型 是有一条河 这个时候它也许还不构成场所 当有一座桥 对人来说也许不构成场所 当有座桥跨过那条河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成为一个场所 桥作为一个核心 它定义了这个场所 而这个场所是可度量的 在这个场所里面 任何一个点 任何一个位置 因为有那座桥的存在 都会产生不同的意义 这个时候 所以我们一直在说空间表现 空间表现 一直在谈空间 在做设计说明的时候 讲空间好不好 我们究竟是不是理解空间 如果空间没有对立面的时候 这是我跟一个同学讨论的时候 我曾经提到的 如果空间没有对立面 那么空间还有没有意义 任何东西都可以是空间 那么我们如何界定好的空间 以及不够好的空间 所以从这儿我们应该可以开始明白 为什么斯卡帕那么执着的 希望用平面手段来对抗一个建筑里面的空间感觉 让它回复一个平面里面去 所以场所实际上才是建筑师 更多在表达的东西 另外一个源头在哪 在于森佩尔的四小宿 我前面说了 它四小宿屋顶在上面 对吧 是这个 维护是这一圈 台积 新翻译那个我觉得非常糟糕 把这翻译成堆 我觉得完全是一个 因为我之前读过那个英文版 它确实 如果查字典 它确实是个堆 但是 这个 太金山快意了 咱姑且读一读啊 因为英文版的可能会很费劲 这三个东西 维合的是什么东西 空间对吧 有上面有四周 还有下面 它维合的是空间 这三个基本是一组的 森佩尔认为不够 在建筑里面 他加了一个壁炉 这个 我曾经认为是化 斗胆认为是化石添足的 是因为这个壁炉 它只是众多种家具和构建中的一个 为什么要单单把壁炉拿出 后来我才知道 实际上在西方的一个房子里面 你中国人烧火炕 没有这个壁炉 壁炉是导致一个空间成为场所的核心 因为冬天大家能想象这个画面吗 就是一个壁炉在燃烧着熊熊的火 就包括圣诞老人也是从这下来的 对吧 就西方很多文化都已经都是跟这个壁炉相关的 包括就是妖魔邪祟也是从这出来的 一个建筑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是围绕着它产生的 因为它提供光和热 因为有壁炉的存在 一个房间里面任何的位置 它对于生活的意义 因为壁炉的位置已经事先确定下来 都会变得不同 然后我们就能知道体居室 可能人都会围着壁炉 那么卧室所有东西都会围绕着 它跟它发生关系的产生配备 这个时候空间不再是一个无限 而是变成一个有限可对度量的场所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流水别墅 这是流水别墅里的壁炉 大家记得流水别墅的利面 在这儿 流水别墅除了这个树像的石材器柱的东西以外 其他基本都是光滑的 在表现现交和民土的质感对吧 虽然不是现交 它很多地方磨灰 这个表现是什么 就是壁炉 壁炉在这个位置 他说现代主义那几位大师 几乎都是读着森佩尔的理论成长起来的 壁炉在莱特的 大家知道莱特发明了什么 流动空间对吧 然后我们一直受到教育 是流动空间 实际上它打破了维和感空间革命了 然后每个空间的这个原本不同的这个房间 它会被定义成不同的功能 但因为这个流动 因为这个流动 它这个功能的界限也被模糊了 会被或者被取消了 然后甚至还有一本书叫做二十世纪经典布宅 黑屁里面有好多轴策图 就是我本科的时候我们受的影响非常大 里面提出一个非常致命的错误的概念 叫做云质空间 实际上云质空间流动空间 完全是两种概念 云质空间 讲的前面海德格尔讲的空间的那个问题 但实际上真正的流动空间 未见得是云质的 莱特的所有的流动空间 它都是以壁炉为核心作为场所的 所以它甚至在建筑的外形里面 都会着重表现那个壁炉 大家如果有兴趣去看 莱特在它所有的建筑里面 它如果乐意把一个实材气体的墙 突出外表或者立起来给你看 那一定是壁炉 所以我本科的时候也重新做一个实材的墙 然后夏白说 这个是粗糙的光滑的形成一个对比 现在我才知道我有多么愚蠢 大家知道密斯是莱特的小弟 他职业生涯的初期 一直在追随着莱特的流动空间 巴塞罗纳格尔馆是流动空间的 一个典范 也是莱特看到这个作品 说这个叫密斯的小兄弟很有前途 当然后来密斯 开始不做流动空间 真的做云质空间的时候 莱特又说他没什么希望 这是模型 大家能看到这个 这个位置是两块毛玻璃板 因为这是一个展厅 所以他不需要壁炉 但是密斯非常不希望 就是在这个位置 但这个空间已经足够流动了 但是在一个流动空间 当它不成为场所的时候 它很难成为意义 当然作为一个展厅来讲 里面的展品完全可以变成这个壁炉 起到壁炉的作用 但大家都知道密斯是希望 他的这个建筑独立变成展品的 所以他做完以后 除了里面摆了几把密斯意外 在旁边盖了一个展厅 来展其他的东西 所以他一定要在里面找到壁炉 他用的办法是什么 就是这个两块毛玻璃 上面是透光的 光可以打进来 所以在现代主义 大家知道现代主义 已经取消了很多古典主义的 美学原则和功能 但在这个前提下 他没有遭遇了海德格尔所提出的 当一个空间趋于无限的时候 他们无法驾驭 也无法表现 因为我知道一个足够大的纪念性的空间 我一定不希望在这里面的人 像海德格尔所说的 我接触到他这一刻 就已经穿越了 他一定希望你是在里面 可以持久地待下去 来玩味这个空间的 但空间本身 当空间本身缺乏表现的动机 或者说他表现不充足的时候 现代主义大师必须要找到一个东西 他有两个要求 第一 他要使这个空间成为场所 使空间里面的每一个位置都有意义 第二 他不能引入任何实体来破坏这个空间 对吧 因为所有真实的拿得出来摸得着的东西 他都会改变这个空间的特质 所以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唯一的选 几乎是唯一的 我没有找到第二个 出现了 就是光 也是像康说的 当一束光打在这个建筑空间里面的时候 它不只是这一束光本身 而是这个空间里面所有的位置 都被这束光定义了 所以哪怕是再黑的黑暗也需要一束神秘的光 告诉你它有多黑 所以在现代主义的空间表现里面 这个时候大家记住是空间表现 也只有在此刻才是空间表现 千万不要随便坐个房间就去讨论这个空间怎么样 在空间表现里面 光变得不可或缺 它取代的就是森佩尔建筑四要素里面壁炉的位置 既然是四要素 既然现代人还得读它 意味着这四个东西从来没有消失过 但是当我们找不到壁炉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看究竟是什么 而其他森佩尔建筑大家可以看到都还在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理解 康为什么如此执着的表现光 那么光是怎么来的 这个人大家知道吗之前 应该知道 我也是很 但是我也是很后才知道 就维特科威尔 应该是 现代主义时代以来 西方世界建筑历史理论 最顶尖的三四位大师之一了 那这个名字可能陌生啊 但是他有两个学生大名鼎鼎 一个叫做柯林罗 写透明性的那 第二弟子更有名叫罗伯特文秋里 当老师当到这份上 就死而无憾了 维特科威尔说过这么一句话 他讲什么 一排柱子实际上就是几个空间之间 一面开放的不连续的墙 而不是别的什么 他讲的什么意思 现在我们会从概念里把柱子和墙分开 但如果我们引入一个模糊数学的概念 化解这个边界会发现 当柱子扁到什么程度的时候是墙 以及墙 它被打断成什么时候的时候是柱子 比如说这个堆 它是柱子吗 如果再宽 窗中再小 到哪一刻的时候 它不再是柱子而变成了墙 或者在哪一刻 它不是墙而变成了柱子 建筑师永远需要这种警醒 你脑子里会有很多现在的概念 告诉你这是什么 那是什么 但这个就像康说的 你在做设计的时候 需要把自己 把自己的位置扔回到原本那个 没有被定义 没有被划分的初始状态 也就是说当我们不再讨论 第一个问题不是一个学校需要几间教室 需要多少个食堂 需要几个澡堂子 几间办公室 而是回到那棵树 作为教学这种行为 这个时候是不是空间回到了场所 而我们从场所出发 又重新构建新的物件 但这个又扯远了 维特科尔做的一个 给建筑师的一个警醒是 墙和柱子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 而路易斯康 但是康一直否认他 这两个人的关系在哪呢 文秋里从维特科尔那儿毕了业 就去康德事务所实习了 然后是他把维特科尔的著作介绍给康读 当然康德晚年一直 一直否认自己做过大量的历史阅读 他说自己只看图片 但实际上这句话是从维特科尔那儿来的 他讲到墙断裂而成为柱 是建筑学的一件大事 讲的就是这件事 原本在统形拱的年代 墙一定是连续的对吧 因为拱角的这个侧推力是连续的 到变成交叉拱的时候 墙被打断了 这个时候他仍然是转角的墙 一直到哥特的 从罗马峰时代开始的交叉拱 十字拱 到十字拱的时候 大家看到他是一点落地 他是住了 但是需要飞幅 飞幅也是一种柱子对吧 所以在这个时候墙断裂变成柱 大家可以看到 它最大的意义就是 原本被封石的界面被打开了 从外面我们可能看不到 但是从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 墙断裂变成柱 最大的意义就是 它可以让光进来 大家也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光 如果不是对光执着的要求 建筑学也不会有这么多 巨大的改变 所以康来讲 房间的结构在房间中必须很明显 我相信结构是光的给予者 他没有讲光明显 而是讲结构明显 但他说光是由结构给予的 现在大家能够明白 是结构提供了庇护的前提下 让把光放进来了 所以什么样的结构呢 就会有什么样的光 对吧 所以在康的所有的建筑里 大家可以去 可以去统计一下 有兴趣可以去看他所有的建筑 他所有结构有变化 结构反常的地方 他一定会把光带进来 用这束光来说明这个结构 大家可以看到 仍然是出现在转角的地方 在所有结构 非常有趣的地方 他一定会用光来 描述这件事 而这工作他做了多少年 这是康持续性 这1924年他开始讨论光 但是在这个里面 仍然是马赛公寓的那个模型 对吧 这是让人非常感动的 也是让我特别惭愧的 是我之前跟大家说 我已经学杂了 别这样 是因为康对研究光一件事 这是24年 还在做 到67年 74年 他研究了50年 这里面几乎汇集了 我仔细阅读了一下 几乎汇集了所有 我能想象的 里面还能看到很多 我不能想象的 这个是时间的力量 就像康这么聪明绝顶的 他音乐 哲学 文学 艺术 建筑 但最牛的是建筑 这样的全才 他对一个简单的采光的研究 花了50年的时间 我不知道 在做 因为我经常在在学校里听到 有小朋友说 就是我还有一位华工的师兄 从曾经提到 就是他出国学习 回来的时候 他说 就是他不想学建筑了 因为 他超越不了 科布西耶 然后 改学金融了 因为巴菲特可能还有希望 我不知道面对 这50年的工作 有多少人敢 不要说超越 或者接近 有多少人敢试一试 研究一件事 花50年的时间 而且过程中 你们要想象 他有多寂寞 在这个时候 我讲的时候 可以当成一个 很解气的东西来说 但是 真正这50年 因为咱们现在 才活了多少年 才有了这些 才有了 我们一直认为是灯光 但实际上 这是金贝尔美术馆了 大家认得这个 太有名了 他的空间模式 很像什么呢 很像统形拱时代的巴西利卡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两边 是石墙 上面一个半圆形的拱 但实际上 他的结构是什么样子呢 大家从这能看到吗 它其实不是一个拱 它没有拱心石 它是两边分别 长出两个翅膀来 大家能理解 是这样的 然后这边再占一个我 然后貌似 好像中间是一个拱 这是一个完全相反的结构 这是悬条 所以在这里面 它一定会让一束光 告诉我们这个结构 它不是一个统形拱 大家理解 当然在某一刻 它会变成一条线 这个 这是坑 正面 正面一定离得很远 建筑里面有一个最忌讳的事叫做一锦夜行 就是你明明干了一件很牛的事 但是别人都认为这个事不够牛 就像这个 如果这是一个简单的统形拱结构 这个结构会非常的平庸 但是 当它做了一个统形拱完全不能做的事 统形拱在哪都能开动 就是在拱心石的地方 不可能开动对吧 它一定会让一束光告诉你 这个结构有多伟大 所以在这里 因为这个两边的墙 是 虽然是石墙 但不是承重墙 这个结构是由柱子承重的 所以它还会用光 告诉你 这个两边 是不连在一起的 对吧 只有被结构打开的地方 有开口的地方 它才会有光渗进来 这是 在它的 这个 采光的想法从哪来 从这来 这个大家认得吗 巴西利卡 巴西利卡之所以要折腾那么多事 又弄两个侧廊 这个就是为推住那侧推力 又做非復币的 就是为了让光进来 但这个是不是就是这个巴西利卡的顶翻过来了 多了两个面 这顶翻过来 最大的好处就是多了两个受光面 大家还记得斯卡帕的那工作吗 像他只是把前辈的工作往后推了一步 但是一旦光变成反射光 建筑师手里有一个反射面的时候 我就可以控制这个光了 这个时候我相当于 他拿一个容器把光装起来 然后撒在他需要的地方 孟加拉 达卡的政府中心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结构 这结构很像什么呢 很像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结构 对吧 这个通常来讲 从形态上讲 我只是讲形态啊 叫做翻拱 它是怎么来的呢 这索菲亚大教堂之所以要做翻拱 也是为了在这个 可以提高这个采光的面 大家知道如果 穷领直接落下来的话 四周都得是石墙 他在这起了拱 四周起了拱 上面做一个穷顶 在这就可以采光了 对吧 而穷顶和这四个拱 维合出来的地方叫翻拱 大家能看到这里面 这是翻拱的位置 他做这个拱的意义 是为了让 能采到高侧光 那科布也告诉过我们 光打进室内的这个高度越大 室内的这个光线就越好 但是在这儿 大家能看到这个光 其实它不是直射光 它仍然是一个慢射光 坑一定从哪儿把这个光给截住 然后用他的想法 撒进该撒的地方了 对吧 这是他的拱面 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 研究拱面开始变得有意义 这个是那个 可能看不清是吗 这是这个 薄窍的这个穷顶的位置 它上面还有一坨呢 实际上光是从这儿 卸进来 打在四周的面上 然后再射进来的 大家看这个可能更清楚 对吧 这就是这个模型 光这么进来的 所以真的在建筑里面表现光 不是说你开一个窗上 光进来 这个地方是会变成场所 但是这个光的质量 究竟有多好 设计师不只是让光进来 因为太阳伟大 谁都知道 如果你在屋里只是 采集了一些太阳的伟大 那么就差了太多了 既然建筑师要介入 一定要做一些太阳本身 做不到的事 就是这个 接下来讲一讲 服饰空间和被服饰空间 就这两个词 我不知道怎么翻 Service 一般翻成服饰 康讲了什么 在歌策时代 建筑师用坚固的石头盖房子 而现在我们可以用空的石头盖房子 我现在正在做一空心砖的项目 但说的不是这事 它这不是指的空心砖 在结构中肯定的表现空的部分 比歌特更早的万神庙里 大家可以看到 是用石头盖的 对吧 这是它的泡面 我给大家看看什么 是这些看 因为在一个厚重的墙体里面 我们需要它的厚度 但是如果它完全是石材的话 会非常的浪费 而且沉降会变得非常的大 那实际上它是需要这些躲 在这里 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平面里看到 原本我们认为是那个厚重的墙体 实际上已经被古罗马的建造者掏空了 它作为看 包括背面的 它也会被掏空 有的作为楼梯间 有的作为储藏室 所以这些事并不是现代主义的特例 只是在有了新技术以后 某些不太适合被表达的 它变得很容易被表达 那么这是帕拉迪奥的园厅别墅 原厅别墅是 实际上它的原型就是万神庙 是从帕拉迪奥的时候开始 人才开始用盖神庙的方式 盖人住的房子了 但这是一题外话 这是什么 原厅别墅这个洞为什么是开启的 除了学万神庙 还有一个作用 那时候没有空调 大家知道 原厅别墅是有地下室的 大家下过地下室吗 非常凉快 而屋顶通常是被晒得最热的地方 这时候会出现热压 能把风拔出来 然后这也是帕拉迪奥干的事 它甚至还在山里面打隧道 然后每个屋里有一口井 这井里面喷出来这个凉气 比现在空调舒服多了 但所有这些是来自 对蚁穴 蚂蚁从来不会热死 是因为它们很讲肉工 这是一题外话 园厅别墅的核心一定是这个园厅 对吧 像万神庙一样 是一个纪念性的大空间 空间本身给人 但是即便是这样的空间 它都会开一个洞上光进来 大家注意到没有 而园厅别墅跟万神庙 一个最大的差别在哪 在周围这些房子 实际上 如果按照万神庙的逻辑 园厅别墅是相当于用 用四组房间 把那个穹顶给撑起来的 这些空间就被康称作服饰空间 它们是为中间的纪念性空间服务的 中间的是被服饰空间 它能看到吗 实际上这些刊 在帕拉调那就变成了房间 当然它们要的都是这个被服饰空间 康也这么说 他说 我发现了别人也许已经发现的 那就是一个开间的 就是一个房间的系统 开间是我们指的两个柱子之间的地方 对吧 但它却叫做房间的系统 一个房间就是一个明确的空间 空间的本质是由它服务的小空间确定的 储藏室 服务用房和立方体空间 不应该是从一个单一的空间结构中 划分出来的 它们应该有它们自己的结构 指的是什么 这是犹太玉厂 是康的另外一个名作 大家能看到 能看到这个结构在哪 没有柱子对吧 但是它却有四个这个 屋顶 当然不是穷顶 穷顶是被这个东西顶起来的 对吧 大家知道一个专注 实际上你要的它本身的强度 它不必是一个实心的 当它是一个小房间的时候 有的时候它事实上抗减的能力更大 对吧 就像抛开这个布团 这个时候我们无法从里面区分出来 当然作为一个玉厂来讲 服饰空间是什么 这是换衣服的 它可以从这进来 然后这会有那水池的 披一下脚 然后进来 就有换衣服的地儿 然后有有各种各样的 玉厂是要有服务空间的 对吧 当然 玉厂最重要的部分 还是中间的这个大玉石 后面会专门讲讲 他说玉厂的事 在这只看 当一个建筑里本来就需要 小空间和大空间的时候 这就是他所说的 原本从一个已经搭建起来的空间 在划分处空间 就变得不够明智 我们完全可以把支撑结构的 这个结构变成小房间 而这个本来就是有的 对结构原本不是建筑师想要的 建筑师想要的是那个空间 那个提供空 场所的空间 还有遮风暴雨的维护 如果可以没有柱子和梁 我不知道我们的房子 可以盖的花样分心到什么程度 但是结构又是一个不可避免的 但是在康这儿大家可以看到 同样是出于那个 那个纪念性 这个说明性 就是也就是我前面说的自明性 他会把这四个作为结构的 这个小空间跟其他的维护 脱开 他一定会让这个维护 不直接承托那个屋顶 让开让你知道 他只是维护而不是结构 他所有的房子 所有空间分大小的房子 几乎都这么干 大家可以看到这支撑空间什么 是楼梯间 储藏空间 当然也会有结构啊 但只要有小房间的地方 他一定不会在这做结构了 他一定要是那个小结构 包括这个是萨尔克生物研究所 是他又一成名之作 大家可以看到 小空间支撑 大空间 这是康一个非常伟大的智慧 这是我现在做所有的 起码做跟气块有关的 只要有柱 有必住的地方 我通常会希望把它做成一个 堪 或者小房间 然后在上面想办法搭梁 做屋顶 这仍然来自那个区分 非常明晰的区分 哪些是结构 哪些是空间 以及哪些是服务的 哪些是被服务的 它核心是什么 当然生物研究所 还有一个很棒的 它有专门装风的空间 因为是一个生物研究所 经常会有有毒的物质排风 要求非常好 有明层有暗层啊 跟咱们的那个 那个 印线木塔 结构差不多的 有明层有暗层 这个时候再回来说这张脸啊 我之前已经解释这个脑门 和这两只眼睛对吧 这鼻梁是怎么来的 这是一结构对吧 大家现在可以理解 这柱子为什么这么粗 它一定是一小空间对吧 但是小空间 你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这么宽阔了 对吧 它把它收上来 这好处是什么 它直接跟这个上面的结构交圈了 如果通上来的时候 这个贺仔落在哪 它会落在这个一个单壁上 但在这儿 它当它用砖的叠色 把它向上收束的时候 这个结构本身变得 逻辑性非常强 结构本身变得很合理 而不影响使用 对吧 人只需要下面的空间 所以才会出现了这个 这个 所以这高度也可以被确定下来 当然我不知道这个高度 是不是用科布系列的2米26的举高 因为康是科布的fans 这个我没有求证 不敢说 有兴趣同学可以求证一下 然后告诉我 所以现在大家再看看这张脸 起码是一张非常理性的脸 大家可以看到 当康在描述出小空间支撑大空间 他在他的空间体系里区分了服务空间和被服务空间的时候 他的设计就变成这样 而这个时候再回过头来看现代主义曾经风靡一时的流动空间 他整个逻辑都变了 对吧 但在这个时候 有多少这个动机是出自 我要反对现代主义 我要创新 我要做点不一样的东西 所有的东西都来自于对 对之前的结构的 诠释和分析 它自然的会生长出 当然 每一代的建筑师里的翘楚都会 阅读 相同的东西 然后从里面生长出 他认为是正确的 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 他区分了服务空间和被服务空间 以及这种小空间支撑大空间的 巧妙的功能或者说是结构 但接下来 走到这一步的时候 仍然在区分 但是建筑师往往 有一个更大的野心 他有一些愿望 他需要反转原本的逻辑 在哥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 巴洛克时代也看到了 前面的斯卡帕我们也看到了 在看康怎么做 他说想象一下柱子是空的 而且很大 他们自己的墙就可以采光 空的部分就是空间 就是房间 柱子就是光线的制造者 可以具有复杂的形式 可以作为空间的支撑 并且给空间带来光明 原本是 原本是作为服务空间的结构 房间放在屋子里 对吧 但康到后来 在孟加拉国的打卡政府中心里面 他把房间放在结构里了 他指的柱子就是空的 就是这东西 本身可以采光 完全符合采等标准 如果没有前面服饰空间 和被服饰空间的 这个划分的话 永远不会有这个设计 当然这个设计 棒极了 柱子里面就能采光 这个结构逻辑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现在螃蟹对吧 就是咱们人类是 脊椎动物是骨架在里面的 但螃蟹是骨头在外面 螃蟹不能采光啊 但是康可以 所以 它的结构在外面 起码看起来在外面 但是不尽然如此 但是从这个逻辑 我们可以看到 康到现在没有说过任何一句话 是我喜欢这样 做成这样 空间感有多么好 建筑师永远不要说 空间感有多么好 因为人能看得到 永远告诉人 为什么要干成这样 这是它的鸟看 就是一堆柱子 对吧 你可以看它屋顶 它甚至都是这样的 康杰这活的时候 孟加拉国正在内战 战乱期间啊 就他也不知道能不能 就是收到设计费 实际上 他后来死了 就是死在 一个火车站的卫生间里 而且就是在去孟加拉国 要账的这个路上 他没收到什么设计费 但是这个显然给了他 非常大的余地 让他做想做的事 别换个地 不是如此战乱和疯狂 你说我想要 把房子盖在柱子里 让人很难理解 但这就很容易理解 他的这个总评的 这个大体 这个效果概念是什么呢 他说我希望 这个地方是一片废墟 因为当时战乱啊 周围已经都是废墟了 然后当当地政府说 现在咱们如果在中国干 肯定不希望 你盖一废墟 当时打卡政府呢 他已经都是废墟了 废墟就废墟了 所以他能干这事 但是得到了实惠 当时一个飞行中队啊 执行轰炸打卡 政府中心的这个轰炸任务 费过的时候 看了一下 眼这鸟看 啊好像炸过了 这一真事啊 就没有 就没有执行那次轰炸任务 就过去了 这个作品就保住了 这为什么都在柱子里 大家知道只有废墟 才会只有柱子 对吧 大家想想压炸魏城 想想咱们圆明园 基本上立着就只有柱子啊 挺像的是吧 当然 康墟没有想到 他的这个 想让一个建筑成为废墟的 这个想法 会救了这个中心啊 但他有一个目的是非常明确的 所有成为废墟 还留到现在的东西 都是纪念碑 所以实际上 在前面这些 都是我们可以说得很清楚的 功能啊 结构啊 表现啊 说明性 逻辑性 都是可以说清楚的 但是纪念性 是一个非常诱惑人的东西 几乎所有的建筑大师 走到晚期 不管他年轻的时候 多么清晰 到晚期 纪念性并不是不清晰 但他有很多不可描述 不可名状的东西 但我要声明 在我的课上 我只讲能讲清的东西啊 我不会讲讲不清楚的东西 但不意味着建筑里没有那些讲不清的东西 当人类立志超越功能的时候 超越功能啊 不是躲避功能 所以如果说你 你要为了制造纪念性 说我牺牲一些功能 这个 不叫纪念 因为康已经定义了 当人类立志超越功能的时候 它就成了一个奇迹 在这里人们的愿望 是要建造一座 100英尺高的穹顶 人们可以在这里面洗澡 他讲了什么 罗马大浴场 要洗澡的话 八英尺就足够了 就足够实现这功能了 但是现在 尽管它是个废墟 它仍然是一个奇迹 讲的就是 古罗马的卡拉卡拉大浴场 所以 实际上 并不是建一座纪念碑 才是纪念碑 当建筑师有能力 让他的作品超越 他原本要实现的 这个功能的时候 他就开始 产生了纪念性 这是他的室内 这是人啊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澡堂子 但首先他得能洗澡 对吧 所以在康的 结构里面 我跟你们说 这个我放过 对吧 当他用一个结构 来纪念 哥特的 结构的时候 这个时候作为 原本 我们很少在 混凝土结构里面 见到这样的凉 对吧 但是当 他用这种结构 来纪念前辈的结构的时候 某些纪念性产生了 以及 这个巨大的原动 当然这也是纪念性本身的特征所限 我完全不知道怎么用我的话来描述这些纪念性的东西 可以放一放图片 大家赞叹就好 这是楼梯啊 这是楼梯啊 在每个圆形 在每个圆形里面 以光的发射方式 加进了自己的东西 所以这个结构 太巨大了 大家能想想一个十字形的量 当然 在基督教世界里面是有十字架这么一说的 但是哪个基督徒有本事做一个坑 做的这么大的十字架 这是建筑师的权限啊 建筑师的话语权并不是生死历劫 而是当你在盖一座房子的时候 你自然可以做到某些其他艺术做不到的事 这个结构被康的结构师骂得非常的惨 也被康的就是二号老婆骂得很惨 他二号老婆是搞几何的吗 结构师指责他设计的这个结构是过剩的 而他的老婆那个几何学家认为 他这个又不符合几何的原理 当然就可能我的几何比比结构要差很多 我实在不知道这个怎么不符合原理了 但是结构和几何他都是服务者 都是那个康希望去超越的实现纪念性的东西 以至于做到这个 这个几乎是我觉得最棒的几个教堂空间之一 它完全就是一座教堂 只不过它是在户外 那边淋着的是大海 当然如果我在这儿再讲什么服务空间 被服务空间 以及他西南向的这个季风吹进来的时候 然后他这个板要去看大海 似乎都很杀风景 在这一刻所有的功能可以不必去谈它 尽管他们可以被谈得清清楚楚 但是当所有这些康做的一清二楚的工作放在这儿的时候 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打动人的 这个是当然 追求这种境界不是错误 但是在达到这一刻之前 大家记得康做光的工作做了五十年 但康不止做光的工作 所以只有我们把某些东西做得足够厚实的时候 他们可能被马在这儿 才能出现一些不可度量的 后面我会讲不可度量 但是这个 无数话震荡就好了 当然 这个之所以能这么打动人 是两位大师的杰作 康最开始的草图是这样的 这中间那套沟 他两边想种树 他想让这个场所更加丰富 然后但是康很少讨论色彩对吧 他讨论光 讨论纯粹的东西 他当时去 去找了他一个哥们 叫做路易斯巴拉干 巴拉干是研究色彩的大家对吧 就是历史顶尖的几位之一了 他跟巴拉干说 我这个做完光秃秃的 你能不能帮我 丰富一下 弄点什么颜色 巴拉干去了以后说 这地方多牛啊 你没发现吗 他不需要任何东西 他本身就是教堂 这时候康回过眼来一看 确实好像挺棒的 很多东西是被发现的 而且很多东西并不是你研究他本身 就能发现的 恰恰巴拉干 他的工作站在康的对立面 他才能发现 康的作品里面最打动人的东西是什么 而这稍纵即逝的一刻 差点被康自己放过了 所以大家也不要 因为将来会有一个目标 就过于割科的 割科的检查自己手头所做的事 因为你只要有一个目标 就算你绕的是弯路 这个弯路绝不会重走 巴拉干走了那么多年 康的弯路 他发现了康的伟大 最后讲一个 这一段 也属于那百分之三四十啊 而且 更难被听懂 这是康说的一个完整句式 older is 这句话说出来 用我们中国话说的是 前言不搭后语是吧 older is 什么东西 这句话说完了 当然也是最近我在读 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时候 才开始明白这个完整句式 指的是什么 但这个作为大家学建筑来讲 不必听懂 所以没兴趣同学可以立场 康永远在讲这个原点 而且他做很多神秘的事 同时化 左右护波 他要表现的是这个点 那个原点的一刻 什么都没有 那个原点是什么 就是康在研究学校的时候 指着那棵树 以及在用砖盖房子之前 问砖你想成为什么 但一旦你走出来 你会发现 有特征 有特征一定有残缺 你走不出来 可能没有残缺 但你什么都不是 所以这个是 我在本科毕业的时候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 做不了设计 以至于我只敢去 去看一看过去人做的东西 试图分析 因为 我相信大家也会体会 你在纸上落了任何一笔 你做的任何一个 关于设计的决定 你都会认为它不够好 但直到我碰到了 恩师董玉干老师 他跟我说 张艺 你还要等多少年呢 你可以犯错误 你不可能等到有一天 你不犯错误了才下笔 因为没有人不犯错误 只有你犯足够多的错误 可能才会比别人的错误 少一点 所以才走了出来啊 order意思是什么意思 大家知道order是什么意思吗 order是秩序 当然注释也是order 这两个东西是有内在联系的 还有一个什么order 命令也是order 对吧 这也是有内在联系的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 有关于存在的命题 这完全是哲学问题啊 所以大家不必懂 对于对象 这当然这是我家的啊 就是因为海德格尔写那么一本书 才把这事说清楚 我不可能读那本书 所以我今天在这讲的一定是一个非常粗暴草率的一个概要 我前提都说清楚了吧 对于对象 康的发问 通常我们会怎么问 康是什么 对吧 然后如果我们回答的话 康是大师 康是表达什么 有 存在者 康 这是一个逻辑起点 对吧 康是已经代表有了 对吧 有完他才能是 大师什么 是康作为这个存在者的存在形式 这个对于问什么都没问题 对吧 比如说张义是什么 然后这个时候 只要你问了这个事 就已经说有了存在者张义了 就说肯定得先由我 才会问我是啥 对吧 张义是有250 250是我的存在形式 当然跟康比啊 跟很多人比我都是 但是这个问题可以问 几乎问世界上所有的东西 但只有一个东西是问不了的 是存在 海德格尔写的是存在与时间啊 他必须要先弄清楚存在是怎么回事 然后海德格尔发现 你要弄清楚一个东西是怎么回事 你必须得先问 但是他发现 当这个东西在存在发问的时候 出了问题 因为叉叉式的这个句式 已经意味着存在本身了 所以你不可能在存在之前就 问存在是什么 对吧 他能理解这个困境吗 那么在这一刻我们会发现 我们不可能问存在是什么 也不可能回答存在是什么 当我们要定义存在的时候 我们只能说存在是 到这的时候这句话是结束的 我点了一个很醒目的句号啊 这个句式只有面对存在问题的时候 他才是完整的 这个句式本身就代表着存在 明白了吗 居然敢说明白了 我都没明白 只是说明我 那我我不知道怎么说这事了 我有点后悔讲这个 这个东西在哲学里面叫做自明性 是他自己就说明了自己 对吧 是他呈现出了自己 而不被任何其他的东西所描述 在整个人类的思想史里面 只有 我不敢说只有啊 我只见到两个东西 是被用在这种句式里面的 我见过三个东西啊 三个 一个是海德格尔说存在是 当然是他说德语说的 我不敢念那个 还有一个比海德格尔早很多 叫巴门尼德 是 是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比他们更早的哲人 他在 他说上帝啊 当然他指的上帝 不是现在基督教的上帝 是那个 真啊 善啊 美啊 那个至高无上的 这个造物的造物主 当然现在英文通常把它翻作上帝 他讲 上帝不是正义的 上帝就是正义 非常有力道的一句话 这个是上帝本身就是正义 他不被任何东西所描述 而他是规范正义的 我只见到存在和上帝 就是对这两个东西 可以用这类句式 第三个就是 康他老人家用的 older is 所以他借用一个完全是 在哲学界 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句式 讲 秩序是不被描述和确定的 older is 代表着存在 自明 其实秩序自明啊 自明是不被定义 有绝对现在的规定性 它自我诠释 之后诠释他之后的一切 这个过程可能 换一个描述会更清楚 大家知道 笛卡尔讲过 我思故我在对吧 有很多人认为 这是人文主义情节的 说因为我想了 所以我存在 还有人 把这跟思而不学 则带联系在一起 说作为一个存在的人 你应该善于思考 其实不是这样 笛卡尔是要找到 自明的起点 因为他要推一个逻辑 逻辑所有的逻辑都要有一个起点 对吧 那个起点显然是正确的 他不被规定 但是能规定之后的一切 所以他在 他是一种怀疑周遭一切的方式 寻找这个起点 他怀疑 所有 如果我是笛卡尔 你们都被怀疑了 他想找到一个不可被怀疑的 最后他发现 唯一不可被怀疑之事 是我在怀疑 这是一个悖论 当我在怀疑不可怀疑的时候 我绝对在怀疑 对吧 当我在怀疑 可以被怀疑的时候 我仍然在怀疑 对吧 这个是颠扑不破的 谁也拨不倒 好 这个是 这个逻辑的起点 我怀疑 所以我思想 这个 第一步逻辑 第二步逻辑是 我思想 所以我存在 而后面的这句 我思想 我思过 在被下三乱的 这个这个 人文主义者篡改了 那么对康来讲 这个秩序就是他 最高级的 这个我讲过 对吧 大家还记得吗 讲斯塔帕的时候 就讲过这个 简单复述 做一个城邦来讲 需要的 农民提供吃的 瓦匠提供住的 裁缝提供衣服 是人要生存的 最基本的需求 所以必须要有 他们三个人 才能构建一个城邦 当然前提是 一个人能且 只能做一件 他所擅长做的事 然后农民 你需要锄头 然后瓦匠 你需要这个 磨刀 抢刀 裁缝需要剪子 你需要木匠 铁匠 对吧 你饭得做熟了 然后他们整天奔波 需要鞋子 需要鞋匠 鞋匠需要皮 对吧 他们都有需要 然后另一批人过来了 人多了以后 需要宴会 柏拉图甚至 他可以借助这个 他手头有的东西 制定出一份菜菜单来 这帮人能做出什么菜 做出什么菜来 但是那个苏格拉底 有一个著名的捧根 叫做格劳孔 然后格劳孔说 这个菜好像太难吃了 我们为什么不能再奢侈一点 大家还记得康前面讲过 需求容易满足 欲望难以实现 而所有的设系都发生欲望 对吧 为什么没有香料 为什么没有美酒 然后苏格拉底说 好嘞 来香料吧 也可以有美酒 这时候酿酒师 各种各样的 这个 包括他们需要音乐 菲拉团唱也都来了 这个城邦会特别大 江土不断的在扩大 这时候需要战争 战争需要战士 战士的本质应该是什么 当然格劳孔说 战士需要凶残 苏格拉底说 好 那他会杀了自己人 他说战士需要人 他说那他怎么对敌人下手 这个时候 在 大家可以发现 前面所有的这些 都是由需求产生的 它非常简单和清晰 对吧 这个城邦从哪一刻出现了问题 就是从奢侈的要求 一旦开始有奢侈的时候 有很多说不清的东西 被带进来 战士的本质 没有人能给出来 由此 柏拉图得出了 他在理想国里面的 一个定理 是 神至善 就是神是最牛的 其实他是在 附属巴门尼德 那个 神不是正义的 神就是正义 对吧 神一定是最好的 那个 得出的一条推论 是神不变 如果神能变 如果 如果神变得更坏 那么他不是至善的 对吧 如果他能变得更好 他仍然不是至善的 既然是至善 神一定不变的 这个导致了西方 美学 不只是建筑学 包括建筑学的一切美学 对几何不变性的追求 大家可以去读 沃林格的抽象与移情 再接下来的一个是 神产生秩序 因为只有神 他是至善的时候 他 人才需要神来告诉自己 什么是对的 如果神会犯错误 不止他 颠铺了柏拉图的 那个定理 同样 那么他只是一个 强大的个人 他和人没有不同 所以神一定不犯错误 所以神提供秩序 所以在这之前 到这一步的时候 那个柏拉图笔下 苏格拉底问格劳孔 这个时候有 奥林匹斯的诸神出现吗 有带着神域的戏剂 音乐 诗歌 雕塑 绘画出现吗 他知道在古希腊时代 这些艺术形式 完全都是为了 阐释神的意志 格劳孔说 没有 那么在 但是在这一刻 当人不知道战事 应该是什么样的时候 神才 人才需要神 告诉人 需要什么 所以秩序是在这一刻 其实严格意义上讲 是从这一刻 才开始发生 而在人遇到 你不可能解决的问题的时候 才被意识到的 当然秩序也有两种 一种是真的 一种是伪的 因为它是older 一旦有一个 强大于你的东西 告诉你 应该怎么做的时候 这是older 但是你不可能评判 它的真伪 还是那句话 上帝不是正义 上帝就是正义 所以会有真的 也会有假的 而且伯拉图也承认 不可能有 所有的人都得到 真神的小欲 真的就是发现了 对吧 它本来就有 你只能发现的 假的是发明 所以也才有了 我上次课讲的 卡罗斯卡帕讲的 from imitation to invention 就是从模仿 到发明 那么他也讲到 伪的这些 实际上很多都跟 艺术相关了 所以实际上 秩序的艳品 有很多 也都是有史以来 伟大的艺术家 但这两种 这两种形式 其实都是模仿 对上帝的模仿 所以所有的建筑 说下来 艺术 人的行为 说下来 其实都是模仿 那在这里呢 我希望大家注意的是 这个节点 奢侈产生的一步 所以在此刻 再回到这些话 再回到康所说的 older意思 再回到 康为什么会 如此执着的 这些东西是older吗 不是older对吧 所有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需求 康为什么要把 这些简单的需求 以最简单明显的方式 再现出来 是因为如果没有 柏拉图在理想国里 一步一步清晰的 把需求的逻辑 描述清楚的 这个过程 也不可能有我们刚才 被萨尔克生物研究所的 那个 教堂空间打动的 这也是为什么 他会如此执着的 把结构 所以 包括节点 功能 那么清晰的表达出来 非层重墙 一定是脱开的 对吧 所有这些都是 勾画出需求的过程 而建筑师 所要做的是 清晰的勾画需求 等着秩序在某一刻 所以他才会 那么执着的 在混凝土上 留下模板的痕迹 否则我们不可能知道 秩序从哪一刻来 他所有的砖都是这么做的 但这个据说 还有一个好处 他抗震 大家知道 那兔子会往上顶的 那个拱 地震的时候 也会发生这事对吧 一震 这个就垮了 但是 他在上下 shake的时候 他往上面动 这个拱会变得 非常的结实 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听别人说的 听起来挺有道理的 所以在这儿 我们要问的是 康真的在乎 砖的愿望吗 当他得到砖的答复 并及此可以义无反顾地 继续他的建筑石 那答复本身是否仍然重要 这是我的老师 董于干盖的清水会馆 他用的是砖 但是 当然 就是砖的愿望 他也听了一些 但那显然 没有管砖那么多需求 而我也确实在清水会馆 听一个慷慨激昂的学生说 专想成为拱劝 你为什么 很多有建设学背景的 会在清水会馆里 为专决的冤屈啊 你不但让他直 你还让他这么直 这是康座的 埃克赛特大学图书馆 刚才我们看到圆洞 是这个里面 这没有拱啊 没有拱劝了 这事发生在 他盖这房子 发生在他跟砖谈过之后 我不知道这些砖 是怎么想的 但是 康做了一番解释 狡猾狡猾地 康说 砖一直对我说 说你错过了一个机会 砖的重量 让他在上面 像仙女一样跳舞 而在下面则发出了身影 他指的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很多层的房子 越下面越重对吧 跟迭罗汉一样 越上面越轻啊 所以在这里面 大家看他的逻辑是什么 你能发现什么 蹊跷没有 上面住的戏 不是因为上面离大家远了 这个透视没有这么强烈 上边 哎哟 大家看下边的柱堆 我应该踩一张强土 我有点后悔了 也能说清楚 但是大家知道 实际上就算平的 也实际上也会起苹果 对吧 就大概一到三度的这种平拱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两边其实还是斜的 它拱要吃进来 实际上它只是平了 但它不是一个弧形 所以这个叫做平拱 那么上面它就会收进来 然后沿着平拱 斜过来的部分再收进来 它有上面会越来越细 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有的时候用拱券 也许显得不合时宜 当然我觉得更核心的特征 可能是因为这开间 你想它如果真的在这做拱券 跟它其他那些大拱洞的效果 就不可一日而语 所以它又跟砖重新谈了一次 所以到上面的更细 这个时候仍然是一个逻辑 但未见得是之前的那个 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 砖说我想成为拱券 这个事并不是order 它只是需求 而建筑师的操作手法 你还原下来都是在解决那些需求 而当你从他的作品里面 读到秩序的时候 这一刻很奇妙 但因为我个人还没有解决需求 还解决的焦头烂额 从来没有迎接秩序降临的一刻 希望有生之年可以给大家谈谈 类似的体会 所以秩序的事我就不讲了 但它不只是在构造和结构上 在回应这些固有的东西 就也包括布局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 印度经管学院 大家知道印度跟咱们这挺像的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是夏天特别热 而且有潮 所以你必须要通风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他为什么要这么干 持枪开动 这是他的那个草图 那这个推敲设计的时候 这是什么方向呢 是西南寄风的方向 更新几个那个概念 在通风里面 大家知道穿通风是对通风有好处的 但并不意味着你的冲动 开口朝向这个风的方向 穿通风效果最好 这跟听课一样的 就是你过分专注的话 我的话很容易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所以我的老师要求我们听课的时候 要走神 就是你侧着点 侧着点 当风向跟你的窗洞有角度的时候 这时候房间里发生的事叫做稳流 稳乱的稳 这个时候当风在里面震荡 而不是从前窗进后窗出的时候 就是这个整个热血的效果 它会更好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两个面啊 它是成了一个角度的 但另外一个呢 它还要什么 大家看它中间的中庭 它希望这个风能吹到中庭里面去 所以它在这开了口 它像一个喇叭一样对吧 就是其实像一个漏斗一样 风口进 这个东西叫做捕风 它跟中国的捕风捉影不是一回事 这当然有捕风气 当然这是我见过最大的捕风气了 所以这两片一定要是石墙 它必须得是 大家知道漏斗如果是网兜的边 它就进不去水了 它一定要石墙 这样风迎着这吹的时候 才会在这汇聚 而在这条窄窄的风 大口劲进小口出的时候 风压会特别大 它可以吹进庭院里面足够深的地方 所以在这里面仍然是一个极其清晰的布局 所以越好的建筑师 你就越看不到他本人的喜好 但是他的作品呈现出来 我都是那么特征鲜明 所以康说 形式是没有定型和方向的 形式是什么 设计是 对这句话是什么 所以康说的很简厉 就是翻成中文 反倒觉得 这是我翻译的不好 form what design how 它也是一语双关的 一个解释是 form就是形式 就是什么 design设计就是怎么样 另一种 它是在发问 我们要形成什么 我们要设计的是方式 而不是最终的形状 设计是设计者个人的 设计是一种与环境有关的行为 形式则与环境条件无关 但是实际上在中国的翻译 我觉得对形式这个词 翻译得非常棒 它说形式是两个字 一个是形 还有一个是式 而实际上这两个字 它完全翻译了 作为英文里面form 它既代表形状 也代表形成的过程 对吧 这是一个非常牛串的 康介绍说 我相信我们讨论设计的时候 我们就在讨论秩序 但是没有人是直接在讨论秩序 大家只是在讨论设计 我曾经见过一个艺术家 拿出一幅画来 卖的很贵的 点了很多点 然后我说你这个 他说特别棒吗 我说你这棒在哪 他说我这里面有一种秩序 我说你这秩序在哪 他说这几个点 不知道他说什么 赞美就好了 我刚才前面已经讲 大家知道秩序 大致是怎么回事了 就不要妄谈秩序和秩序感 秩序不是感出来的 哎呦我的天哪 我认为设计和环境有关 而我认为秩序是我们对环境各方面的发现 在这一刻大家是不是发现 康所有的措辞都非常的精确 他想要干什么 布朗宁 这是研究康的一位专家 他说当他决定追求伟大建筑中永恒的东西 永恒的东西是什么 发现就变得比创造更加重要了 这句话值得与所有学建筑学的同学们共勉 关于度量 前面可以看到了 不管是对于采光的 他做了50年的那一系列的剪图 以及对于砖 对于混凝土 对于结构构造技术 对于热工学 包括对于小空间之声大空间 所有这些的讨论都是可以度量的 因为他的一个证据就是刚才 我可以把它说清楚 起码部分说清楚 但是在他真正区分区分的那一刻之前 这些东西又都是含混的对吧 在他没把打开通风的窗 以及用来采光的窗区分开之前 起码在在我们通常的做法里面 这些东西他都还是含混的 所有一切都滋生于无可度量 所有的一切又都有可度量的可能 大家理解这个过程吗 现在一座房屋必须从无可度量的先机为起点 因为在一块地的时候 我们什么都没做的时候 它是不可度量的 通过可度量而完成 因为我们最后在图纸上 最后没有图纸在工地里面 我们的每一个决定都会变成一个具体的尺寸 一个具体的形式 所以他不可能没有任何含混 当他最终决定 不管在之前有多少可能性 最终他一定成为一个确定的造物 建造的唯一途径 使之具体实现的唯一途径 是通过可度量的手段 而最终 他将会散发出无可度量的品质 大家还记得这段话吗 我就不念了 就实际上 这是达尔克在分析斯卡帕的一段话 但他是引用了 那个盖农的法国哲学家的理论 物质和度量 以及秩序和度量 他在哲学里面是一个 统一的可以互换和相互解释的概念 只是一个是名词 而一个是动词 那么在此刻 在之前我们已经领略过一次 从可度量到不可度量的过程 那么这个 这个或许是康 他做的最棒的建筑 起码康自己应该是最喜欢这个设计的 可惜的是他没有实现 大家看到这也像一个废墟 这里面几乎积了康一生 设计的大城 大家可以看到 小空间支撑大空间对吧 厉害 都是小空间 而他却用了 在现代主义 传承西方整个古典美学的 非常著名的一个母题是八根柱子 对吧 或者是八组柱子 这个是密斯最经常做的一件事 有小空间有大空间 大家可以看到 他在这已经附了一层顶 是这些支撑的 但他在上面又盖了一层顶 而一个对他之前研究的敏感 让我们意识到 他不可能仅仅是盖了两层顶 大家能够理解 这个网上为什么是越来越收的吗 因为下面是人用的空间 对吧 上面不需要那么大了 但是这个 当然他没有画支撑的构建 大家可以看到 一部分光 我不用讲这光 大家能看到这个吗 这个是 就它是一层回廊了 就是在这里 里面一层回廊是可以占人的 这个结构非常歌特 对吧 外面的像 里面它有巴西利卡的这个拱廊 而它只要有不同的空间 它一定会赋予它不同的光 大家可以从这看到 它盖那层板是干什么用的 这样 当你在下面这个空间的时候 光是从这打下来的 是一种样子 而你在这 光是从这个瓶盖板和这个缝之间漏进来的 所以他用了两种 它最擅长的 一个是用水平的缝去捕捉光 一种是用 做到截面 而在这一刻我们发现 实际上这个 除了它用来收束这个结构 的作用以外 这个鞋面对于采光也变得非常重要 对吧 它究竟是要让这个光卸下来 但是它又有太多的房子是 大家还记得那笔梁子吗 是做成这样的 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 我没有能力度量这个设计 它究竟出于什么 还仅仅 还是仅仅是两者之间的巧合 那么起码在这一刻 我们可以在这个方案里面看到 康一辈子他做的所有的事 小空间支撑 大空间 以及对结构的讨论 对光的讨论 还有他对古典形式的痴迷 我们前面看到他做筒形拱 但其实不是筒形拱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做翻拱 但其实不是翻拱 在这里面他做歌特 但其实也不是歌特 康自己说 他是很歌特式的 不是吗 这让你感到烦扰吗 大家要知道 在康的那个时代 以他的地位 他做一个 大家知道现代主义 都是革命家对吧 他们都切断了与过去 起码声称切断与过去 所有的血脉传承 但在康这 他不认为 学习一个形式是可耻的 我自己喜欢他 这时候他很喜欢 但他没有再描述他的建筑 他讲这个堂 应该更无个性 更少特征 这个完全 颠覆了我们的大师的想法 大师看起来都那么有个性 我认为 让他特性不明 他可将一切包容 这就成为一座 诺亚方舟般的建筑物 一座 教堂般的方舟 或者说 这座犹太教堂 就是方舟 当他用教堂 来讨论一个基督教问题的时候 大家发现 他讨论学校的时候 会回到那棵树 对吧 而当他讨讨论基督教的时候 他让他的建筑 把这个问题 速回到了 诺亚 讲完了 谢谢大家 那那个一号群满了 后来有同学 建了一个群 如果进不去的同学 可以在那儿 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讨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